用舌头够鼻尖祸人中 然后按住上嘴唇 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口出的 赶紧用这个办法测试一下 有些人看起来光鲜亮丽 一张嘴 能把天灵盖都熏飞 那小时不说话 嘴里跟吃了吃饭的似的 口水粘倒能拉丝 唉 不过已经影响日常生活 先去做个派查 检查项目我都给你练好了 如果检查都没问题 说到底还是口腔清洁的问题 别不信 大部分人根本不会刷牙 让我们复原头两下 让我们暴力会牙 幸好啊 科技进步的速度 赶上了咱懒的速度 来分台家的高速吹风机都停过吧 最近新出的这个扫针电动牙刷 直接解决了懒人刷牙的根本需求 刷得干净又省力 来分台家跟其他电动牙刷 最大的区别就是 它的刷杆在扫动同时 刷毛也会跟着震动 清洁力就比普通的电动牙刷高多了 而且 它的刷头可以60度扫动 心脏面积更大 清洁效果也更贴近 巴氏刷牙法 妙啊 连手腕转动这一步都给斩省了 配套有三个刷头 调整护银 高效清洁 光感美白 偏偏还增加了不就钢配重来稳定刷头 不会震的打牙银 我平时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护银刷头 吸到0.02毫米的超软件丝 可以把勾勾赫勾的残渣 都扫了一空 像我这种牙银敏感性的人 也不会刷出血 是要经常吐血墨的 清洁 赶紧换牙刷吧 全机就这么一个单件 有三个单位可以选 搭配APP使用 还能自己定义最适合自己的模式 还有设置每隔30秒换区提醒 治安得很贴心 一半早上边听博客边刷牙 就这么两分钟 牙方清爽了 鼓气也清醒了不少 当然 本颜控最看重的还是外表 不锈钢机身很有质感 小小一个非常便显 通常跟赛不是一件云术式的 放久了也不会发霉 这点南方有雨季的姐妹应该都懂 更觉得是 它后续换刷套的性价比也太高了 四舌五入只要9块9一支 每月一换都不心疼 最后除了刷牙 还有个外国人用的小偏方 还是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发现的 刷牙别用清水漱口 是使用漱口水把墨子冲走 或者直接把墨子吐掉不漱口 擦擦嘴就好 我能一开始觉得 嗯 怪怪的 忍住啊 口气清新的时间 直安的延长不少 随身携带口喷 或者这种吃完火锅送的薄荷糖 万一刚吃完蒜泥香酒 就转角遇到天菜了呢 口气的成因有很多 咱用心养护 慢慢调理就好 大可不必时刻想着它 不然坏心情也会加重口气哦 希望大家都能早日摆脱口气困扰 还有什么方法 也可以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拜拜